好 我們其實有 聽眾和支持者聯絡我們 向我們推介PINE幣 Pi 這個PINE幣 宣稱 就是用手機就可以滑的 不需要大型的滑礦機 因為大家知道Bitcoin就是需要 很高速的電腦 去運算的 其實最好就是電腦群才可以滑出來的 PINE幣是未正式上線的 應該 就是今年2022年正式在6月份上線 那麼我們 支持者的推介 最主要就是覺得這件事 首先是免費的 其實大家就沒有什麼成本 只是用手機 去做的 如果到最後真的有些價值挖出來 大家就好像有些得益 所以就向我們推介這件事 坦白說 我們對這些東西是不熟悉的 完全不熟悉的 我們只是懂得Bitcoin 不過聽下去 如果是我們免費 大家 可能做多一個步驟 聽我們之前做多一個步驟 等於可以變相幫我們滑礦 我們就想討論一下這件事 到底這件事 一 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可不可行 二 就是 討論一下可行性 我們就不熟悉這件事 當然你說一個區塊鏈技術 他還說顛覆傳統的區塊鏈 我們 本身區塊鏈也一般熟悉的 也是很簡單的印象 對於Bitcoin的原理 如果純粹你說 加密貨幣 其實五花八門就很多 你說是不是全部是騙局 或者是 不值錢呢 其實就不是的 很多 都是有一點點價值 會不會是完全零價值呢 坦白說我們就覺得應該不會的 沒有一波我們沒有定案的 其實對這件事 並不太熟悉他 我們希望 認識的網友可以跟我們研究一下 談一下也行 始終 我們在這方面 也不算是很熟悉 加密貨幣那時候我們也是一般熟悉的 以太坊 九九幣 有人說那些 他們說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會產生到的幣 但是 如果是那麼容易 挖到的幣 價值可能會沒有什麼呢 也有人會這樣說 最主要我也看過 很多 論述 有些說法是說是騙局的 有些說法是說是騙局的 坦白說 以前比特幣也有 以前比特幣也吵了很久 說是騙局的 最主要看 說是騙局的 都是說它沒有什麼成本產生 所以就不應該有價值 主要是這麼說 主要的論述是這麼說 其實當初狗狗幣也是說到我們來玩的 誰知道給一個 大人物看中了之後變成有價值的東西 我也知道關於帕英幣是吵得很厲害的 信帕英幣那些就很信 說他是廢沒有用的就罵得很厲害 很極到兩極的 有些像特朗普 有些像特朗普粉的情況 有時特朗普 也有很多人誤會他 當時我們也很反對特朗普說話 但是你認真了解美國之後 你才會覺得 原來他是這樣的原因 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原來美國 那種左派社會 真的是很可怕 為了政治正確 連聖誕快樂也不能說 要說節日快樂 然後又說要男女同事 又說不應該分開 你這樣聽起來就覺得很離譜 他那種是 政治正確到極端 打劫 搶東西一千元美金以下 不當是犯法的 我們每人都要搶 我們組團去搶 這樣還有人做生意的 所以 好像說加州就搞到 治安很差 當然 我們本來沒有去過 我們不知道 有時聽回來 有人這樣說 我之前說了一句 加拿大和紐西蘭 有住在當地的人 覺得很反感 對政府那種強力的 去逼人打針 以及去鎮壓 也挺無力下的 歐洲也很反抗 這也是什麼示威 因為他在紐西蘭 我們看到一個朋友 發了很多畫面給我 就是 他那個 警察是去打那些女示威者 那些女示威者也是和平的 當然也有紐西蘭的網友說 我住在紐西蘭 但我沒有這些東西 紐西蘭 第一 你就住了 第二 你就不在示威區出現 你沒有被人打過 你就不可以代表 沒有力去鎮壓那些示威者 我也看到加拿大那裏 他真的用出動騎警 而且騎警的馬也有踩過 踩過那些示威者 那些東西都拍了出來的嘛 你說沒有啊 那就可以的 你也可以說我在加拿大住 我沒有見過這些東西 香港也是這樣的嘛 香港也有很多藍絲說 我什麼時候有警察打示威者 我們這節先回到討論 加分貨幣 我們現在跟大家討論 關於這個 武大台 去中心化 這個東西一直以來 加密貨幣 在香港2019年的運動 裡面是一個很大的影子 一直以來香港那個 那個抗爭運動 在2019年 主要 就是說一個武大台 就是有一群 年青人非常之主張 跟這個加密貨幣 因為那時候也是比特幣興起 說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所謂的去中心化 的概念 這個東西的確是成為了 2019年那個 主要的社會抗爭的模式 所以說不出2019年有什麼大台 還有什麼組織 其實也沒有一個特別組織去領導 完全是 有很多個小隊 有很多不同的隊伍去做 全部都是自發性的 當然自發性 初時警察就很難對付你 因為也不知道哪裏沒有出來 但後來就有問題 因為當開始 所謂的去中心化 就會產生其他的問題 就是 那個一致性不夠 不能夠有一個比較集中的平台 例如好像現在 烏克蘭是只做了一個商法 烏克蘭正正就是一個 有中心化 有系統 的一個有組織的一個 軍隊的軍事對抗 還成功 因為他有組織 有中心 而那個中心 不是一個會妥協的 大台 而使得他 是在獲得全世界的支持 其實 我沒有說 哪件事一定是對的 大家要去看看 別人的例子是怎麼樣的 其實烏克蘭的情況是打仗的 香港 還是在示威階段 這個當然 其實香港當時 是準戰爭邊緣 但是還沒有升級到戰爭狀態 香港人也沒有戰爭準備 當然也沒有戰爭訓練 我們看到初期有一群勇武派 其實不是年輕人 不是學生 全部都是有事做的 有部分是醫生 有些是懲教署 有警察 有消防員 很多那些 是本身社會上在做事的人 他們 看不過眼警察 黑施示威者打學生 他們是先出來的 後來越來越多年輕人 搞到十多歲都出來 整件事 就變成全民參與 有一群勇武的人出來抵抗警察 但是 我們看到香港的情況 跟烏克蘭不同的 人家真的有打仗的嘛 人家真的有參軍 參過軍的嘛 打仗不可能沒有領袖 不可能沒有一個系統去部署 全部散兵猶豫 是被人逐個擊破的 反過來 俄軍好像沒有領袖 好像去中心化 俄軍真的是去中心化 現在沒有大台 自由發揮 他們大台指揮不了 他們溝通不了 軍事上就是失去指揮 不知道在做甚麼 很多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他們說他們之間的通訊 經常被烏克蘭接獲 所以他們用電話打的時候 上將就被人找到位置 所以死了四個少將 最新死了一個中將 這個是現在整個入侵戰爭 最高軍階的中將 暫時沒有上將 如果死了上將就很糟糕了 還是說回這個派幣 圍繞那個 那個交物幣 因為這次說這件事 但我已經忘記自己說到哪了 區塊鏈技術 繼續討論 為甚麼要討論這件事呢 因為 我們這個本台 跟這個免費模式 很有關係 其實這個提議 不複雜 先不管是不是加密貨幣 那就是 討論是如果我們有一個方式 大家可以 不需要貨金 不需要銀河包 去支持到台 而我們如果最終可以拿到那個 資金出來用來營運的話 其實這個討論就集中在這部分 不是在於 加密貨幣 騙不騙局 有沒有錢 等等的問題 因為以我所理解 帕英幣就不會出現 比特幣類型的騙局 比特幣類型的騙局 不在比特幣身上 比特幣類型的騙局 主要集中在 主要集中在掘礦機那班人 賣礦機 香港 一段時間 搞幣是搞得很骯髒的 所以為甚麼一說這個話題 我說是敏感話題 敏感話題才會拿出來討論 敏感就是任何人說 就是騙徒 或者是 不能說的嘛 更加要拿出來討論 所以我才更加要公開拿出來討論 那時候那個幣少爺 搞了一些叫人買銀行機 然後有一個叫火療心買銀行機 被揭發 很多這些騙局 主要就是捕捉了人類的貪念 覺得會發財 每個人都去買 結果那些銀行機是無法掘礦的 那些很差的電腦來的 就是找笨 所以有利益衝突 一直在銷售 另外自己又跟手在銷售 叫人去 買 然後被揭發 最後有份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要避免的東西 假如 假如如果真的是 可能最後會嘗試使用的話 現在這個東西是未上線的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等它先上線 就是可能一窩蜂的人就湧過去了 就是有件這樣的事 到最終有沒有東西輸呢 就可能是輸時間 可能大家白費了一些工夫 可能那些幣最多你幫你每人掘了100個的 實際原來是賣不到錢的 沒有用的 換一罐汽水回來而已 或是甚麼都換不到的 換一罐汽水也好過沒有 甚麼都換不到 原來你要去克羅迪亞換一罐汽水 那就沒有人換了 這個是所有加密幣初期 令人擔憂的地方 其實比特幣初期都是這樣的 我看回報紙說 比特幣初初面世的時候 那個人擁有很多人 當時很容易挖的 他換一個Pizza 是要用一千多個比特幣來換一個Pizza 你看看 現在那一千多個比特幣 值多少錢啊 像袁爸爸的那個中央公園的那個屋子 三千多萬美金 一千個比特幣是三千多萬美金 這一節 關於派閉 先說到這裏 接著我們就繼續覆覆 checkroom說的東西